你好 谢谢 来 简历给我 sorry 比较自律 yes 一个人自不自律 看身材就看得出来 谢谢 今年52岁的年纪 能保持这样的 是52吧 我大概30岁以后 我就没有关注过那个数字 因为好像对我来说 好像就忘了那个数字了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了 对对对 我觉得是 你是介意谈年龄还是 我不介意 不介意 在场有哪位女性 是特别不想谈年龄 反正我过了30以后 我就愿意听人说我年轻 你还是有所谓的 对 反正就当然我愿意 你介意什么呢 就觉得高兴 我觉得你没有 你经常挂在嘴边的是 我都已经40了 花姐 对 但是就是 就是会享受说 我已经40了 但我看起来还没像40 就是心里还是很虚荣的 每一年过生日的时候 都会在微博上去写一篇 特别长的文章 然后题目就基本上 是我多大岁数 然后开始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 最好的岁月的印记 尤其是对于奋斗的女性来说 就是通过时间烙印给到她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年龄 像我们那40多岁的女生 我们会觉得越活越年轻的感觉 而且觉得特别美好 是吧 有一次我跟杨兰姐一起吃饭 她去年是杨兰姐的50岁生日 然后她就说 她说女人什么年龄最美 她说18岁的女孩不美 因为她们活得迷茫 而没有方向感 50岁的女人才刚刚知天命的年龄 才真的活出自我 因为不再为了孩子已经长大 她们已经有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所以50岁的女人才真正能够静下心来 有品仪被查的那种宁静 对 可是我觉得你们都有点假 没有啊 因为我跟你讲 你们其实是可以接受 自己调侃自己的年龄 但是如果今天只是有一个陌生的男性 或者是刻意地调侃你们 你们其实内心还是介意的 对吧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 我妈是57年的 今年是62岁 但是她有六块腹肌马甲线 她体重 体质率 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18%的状态 我记得我们散步的时候 她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她说张萌 你知道吗 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 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这种心态 就包括刚才马瑞所说的 就是调侃 你知道调侃这些事分为两种男人 第一种男人呢 他调侃你 他势能比你低 那么你就自然知道这种人调侃 其实也不用放在心上 第二个呢 就是比你能力高 或势能高于你的男人 我觉得他也不会调侃你 因为他知道什么叫自知之明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女人 她老撒娇 她一撒娇呢 她的目的就会得逞 男生马上就会答应她的要求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你老婆跟你撒娇的时候会得逞吗 不会 当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向男人撒娇的时候 往往她的目的得不到满足 因为男人喜欢跟她抬杠 为什么要跟她抬杠 是因为她撒娇的样子太好看 我想多看一会儿 再说完啊 但是如果一个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不自知又不可爱的女人 她一撒娇目的马上会得逞 因为男人实在是看不下去 天哪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什么 你在意年龄也好 你不在意年龄也罢 你在意或不在意之间的那种神情 不让人反感 就是自然的美 我觉得一个52岁的女性 能够在这个阶段保持到这么好 不管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状态 就说明她是一个确实非常自律的 我们当时就相信说 这个选手应该在职业上 会有很好的一定的基础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这个精神状态这么好 然后又长年待在国外 18年了 怎么突然之间就想着要回来呢 是因为母亲的原因 母亲怎么了 身体不好 对 她在医院 母亲好的时候 不是我回过 就是她过来 只是说 就是说看她躺在冰床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像 如果我不在她身边 我会让她受苦更多 如果我在她身边 我会给她很多力量 那其实我又被晨曦感动到的是说 她在海外有了18年的一些 非常好的工作经历 但是当母亲的身体 出现问题的时候 她还是能毅然决然地 回到国内来照顾母亲 这个我认为非常不容易 有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提出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现在海归含金量越来越低 然后回国之后 反而不如国内的一些毕业生 她的职场能力更强 你怎么理解这个事 其实我对国内目前金融 海归人员的那个需求情况 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今天我是来和这些成功的 那个企业家有一个沟通 有一个桥梁 这样我可以看到 目前在中国的市场 我在哪里 而且我将来如果回国的话 我的发展方向 到底是我要怎么走 那我们先把上一阵子我们激烈争吵的那个问题 扔给她问 你知道996吧 昨天我刚刚听到的时候 马云说996 而且是员工的福气 我说马云从美国回去 他不可能这么说 而且这不是他的风格 但他的确这么说了 说996是福分 然后我去上网查了 我把整个他的那个说话的那个那一段话 还有整个他的背景 和他员工之间的那个交通 就沟通那一块 我看了 其实他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什么意思 他在996 他的背后呢 就是鼓励年轻人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要有你的梦想 你要有你的追求 你不要就是说人福一世 然后不要就是说过一天水天 连自己的追求都没有 连努力工作的想法都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 在很多成功的人当中 大家都是996 007 我这一点绝对是同意的 那你也能接受996 其实我一直都是996 那我们这样来比较一下 上面写这个选手的爱好很多 冲浪 高尔夫 网球 还喜欢做饭 厨艺还不错 如果你这些爱好都有的话 你很难996 可以996 也可以996 对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爱好 我每天都要做 也不是说我每一个爱好 我都要定期 安部就班地去做 就是说这些爱好 我都喜欢去尝试 因为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你应聘的岗位 第一岗位是什么 CFO CFO 你要求薪资多少 百万 就最低百万年薪 是吧 对 有地域限制没有 要照顾母亲 如果地域限制 给我激动的时间和地点 好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如果回来 是不是你还没有下决心回到中国 我下决心回来了 好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是说 你不管在花旗还在复活 你这样子写了一个VP 你具体是在哪个部门呢 我在他的那个叫 我们叫合作 就是那个大企业 大企业 好 所以那你做的是偏审计 封控还是其他的 做评估 你比较倾向于哪个行业 是你最擅长的 最了解的 其实我觉得行业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对 因为我接触的行业太多了 因为我在金融这一块 打了 打滚 那时间比较差 十年以上 所有的行业我都接触过了 明明企业发展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中国企业 在学很多外企 模式 管理模式 运作模式 那这一块的话 那它更需要我 来 第一轮选的去货力 好 天生我有才 来 我们直接进入 职场经商课堂 工作空闲之余 应该用来兼职 还是用来把本职工作 做得更好 我觉得两个 那个兼职要看什么样的兼职 本职工作是第一 因为你既然接了工作 你就要做得最好 那你认为做兼职 真的是为了补充收入 还是为了补充兴趣 我觉得补充兴趣 有些人是补充那个收入 是哪种 我是补充兴趣 好 这个答案在你们看来 呈现出它一种 什么样的职场状态 它现在属于职场的 可以直接就熟了 拿过来就可以用的一个 非常好的CFO 就是它不需要再去雕琢 也不需要再去带了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经验 就迁移过来了 但我们现在在场的企业家 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它的这个经验 能不能本土化的问题 那赶紧我们绕这几个问题 赶紧问吧 您在美国几家银行的工作里头 有涉及到亚太地区的企业业务 有公司 就是跨国公司 它在中国这边有企业 它的一些合资公司的 对对 合资公司 有涉及到亚太区的一些并购吗 因为一些会计准则 和一些监管政策 其实不太一样 亚太地区就还没有 对 然后我再问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残酷的问题 是 没关系 您到最后 假设说您的母亲 就是百年之后 是不是还要回美国工作 如果这边没有什么 要留我的地方 我肯定会去 就说你没牵挂了 你还是不是回美国 我是担心比方说 对吧 她在这儿待不了多久 因为CFO这个岗位 不管是CFO还是说 相关在企业负责并购的 这个高管 其实大家还是希望 它能有一定的延续性 对 而您在美国已经有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的经验 我相信您在那边有资产 有朋友圈 有各方面 可能也已经习惯了 您还回不回 那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当时去美国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下定决心是 毕业以后只工作两年 我就回来 然后十八年 但是没想到每两年 就好的机会 每两年好的机会 那同样我回来中国 目前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我每两年 或者不是说每两年 如果我有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有很 就是说有那动力的话 我肯定会留下 那因为我们刚刚担心的是 因为你在国外的经历 因为你在银行 并且文化有差异 那么如果说对你来讲 你觉得在企业做CFO 和你之前的工作 你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非常会有挑战 因为两个国家的那个 accounting 就是那个财务这一块的 它的政策 和它的那个制度 不一样的 对吧 那这块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你拿到ACCE的资格没有 ACCE我没有拿 国内的CPA肯定是没有 对 我不做财务那一块 但是如果说CFO的话 国内应该说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才行 对 对 这点我会去了解 只是我不去拿那块执照 CFO的汇报对象 应该是直接的是 公司老大 CEO 你对于这个 你直接的汇报对象 你有什么忌讳的 或者是哪种人 你是不愿意合作的 或者你更想跟哪一类 领导汇报 做你的上司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很好 对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跟公司 你的老板之间的那个默契 真的很重要 那首先我喜欢合作的老板 就是不要就是怀疑我 要给我充分的信任 还有吗 同时呢 就是这个老板呢 要讲话比较直接 不要去藏 或者是不要话中有话 你就直接说出来 还有什么 其他还好 其他还好 其实再问下去 你也问不出太多的细节了 只能达不成一个触悟的意向 可能真的要去哪一家的话 还得抬一下 对 更多的交流 来 第二轮选择 许侯勒 第二轮选择 许侯勒 俩 是 谢谢大家